HELLO 大家好,近來很多朋友家人都不舒服 大家病完之後,最辛苦就是有一個CUT的後遺症 之前的影片我示範過用小P精的功能去做鹽燉鏟 我現在這部中P和可能大家有的大P,都多了一個燉的功能 我試過燉出來的精華更加濃,所以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 因為今次最有藥用價值的地方就是橙皮,所以一定要用鹽散乾淨 再用鹽水浸至少半小時 鹽燉鏟很適合熱咳,我平時會沒有鼻水沒有鼻塞,就會開始飲作為調理身體 另外我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有時不小心買一些酸橙 燉完後完全不酸,還很容易入口 所以平時我很喜歡把鹽燉鏟比例有病醫病,沒有病強生 橙都已經在鹽水浸了30分鐘 我便拿出來,沖走表面的鹽份,準備下一個步驟 等我看看橙伸直時是怎樣 然後我記得這個形態,距離頂部2cm切一刀 將它們合體,站得穩和,OK完 之後我拿一條意粉 看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歡用意粉來代替牙籤 我先將這條意粉撕成三隻手指的闊度 然後準備半茶匙的鹽 將鹽灑在橙肉上,再用意粉在上面刺一些洞 方便在燉的過程,鹽可以容易滲到橙肉裏面 因為鹽是有抗鹽的功效,所以在這次的鹽燉鏟裏都有一定作用 如果大家想快手一點,當然可以考慮用叉子把鹽刺到橙肉裏面 不過想到一會都會用意粉條,那就勿盡其用,可以洗小樣嘛 搞定了,我把蓋放回原位,再用意粉固定的橙身和橙蓋 這樣就可以準備拿去燉了 如果大家沒有蒸焗爐,當然可以拿去明火蒸 不過有蒸焗爐,又不用隨時加水,你說是不是很方便呢? 我用過濾水加滿水箱 其實最好是蒸豆水,不過蒸豆水成本太貴了 加完水後,蓋上蓋子,把水箱放回蒸焗爐裏面 記得左右中間都按一按,選擇燉煮模式 然後我就選擇燉一個半小時 其實燉一個小時都可以,不過我今天有空想燉夠一個半小時 希望可以將更多的橙皮金透過燉的過程之中燉出來 睡醒了眼覺,原來已經可以出爐了 其實這部中P那麼多位,早知一次多煮幾個給家人吃 我試過身體沒試到吃鹽燉橙,很飽肚的 又有豐富的維他命C 嘩,真是好熱啊 我用剪刀把它分為四份 燉過的橙皮很容易撕的,輕輕一拉橙肉就會出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科學原理是怎樣 我試過買過一些很酸的橙,燉完之後變得很甜 所以自此之後我就很喜歡吃鹽燉橙 另外我有幾聲咳都會吃,我覺得真的舒緩到 不過穩陣起見,我自己很多朋友中過COVID之後 都會看中醫來調理好身體 我覺得那時候大家不如問中醫師 確認一下當時的情況,鹽燉橙是否適合自己的體質 這一碟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介紹可以舒緩咳嗽的鹽燉橙 橙肉真是好甜的 最後這一碟橙皮甘就是燉橙的時候橙皮做出來的精華 想止咳就是靠它,不過正所謂苦口良藥 這一碟真的好苦的 早知飲完才吃橙肉,下次吃點水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今次的影片 除了這個Youtube頻道之外 我還有一個IG,Facebook專頁,和一個OpenRice的帳號 歡迎大家進去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和飲食的點滴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